直到看见看亲子被求婚我才明白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 5月30日娱乐圈女星看亲子被爆出交往两年的男友 向她求婚的消息 随后看亲子的工作室也立马晒出了一组被求婚的现场照 同时还配文生日派对中闪现惊喜求婚 祝福我姐永远开心快乐幸福 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出现场的布置十分浪漫 用朵朵盛开的鲜花做点缀 仿佛走进了童话仙境一般 简直美的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照片中看亲子和男友对视 左手无名指还戴着巨大的戒指 男友双手放在看亲子的腰部 画面也是十分的甜蜜幸福 其实早在前几日看亲子就被拍到与男友一起现身 当时就传出双方见家长的消息 而这次求婚成功 恐怕距离结婚真的不远了 对此很多粉丝给看亲子送上了祝福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纷纷感慨 原来爱你的人真的不会让你等 要知道看亲子与前男友纪凌晨在一起时 也是十分的幸福甜蜜 他会把所有有关看亲子的瞬间都记录下来 在他生气时 纪凌晨也会把他当小孩哄 他会把钱主动上交看亲子 大钱都给你 我拿去 可就是这样一个男孩 在被问到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时 却选择沉默不语 在看到纪凌晨的态度后 看亲子失望的表情一览无语 说白了就是不共爱 果不其然之后的纪凌晨对看亲子的态度 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宁愿和朋友在外面聊天 也不愿和自己的女友多待一分钟 一同参加节目的王柯 想着逗一下这对小情侣 就随便找了一个纪凌晨 关注的女模特的名字 但她却说自己不认识 即使看亲子都知道这个女孩 也表示她认识 可纪凌晨依旧坚持不承认 不认识 你怎么不认识 一个模特 对啊 上海的模特 对啊 你是个女的 不认识不认识 明明之前都一起外出又外过 却一直不愿意承认是认识的朋友 看着糊弄不过去了 就想着转移话题 你手机给我发哪了呀 转移什么话题啊 这样逃避问题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严重 看着看亲子一直逼问 纪凌晨还在患着方法狡辩 结果越说越乱 看亲子也越来越生气 知道你去过人家玩游戏 不是 是不是去过 是去过 但我跟人家确实不熟 你为什么要给人家做宣传呢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大方的承认也没啥 可偏要选择撒谎 他脸都变了 去过就去过嘛 还跟我说没去过 人家现在搬家了 搬家你都知道 你都没免现 你不要按照懂我的话 凌晨都不成熟 让看亲子在这段感情中 过得十分累 在一起八年的时间 都没能等来一场婚礼 所以说爱与不爱 真的很明显 好像他现在也找到了 愿意陪他一起看海的人 恭喜姐姐 一定要狠狠的幸福啊